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光臨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有送過 重重一個蠟筆小新的行李箱嗎 那個時候是屈臣寺跟蠟筆小新聯名 的一個限量行李箱 給大家看一下 就這個 這是我上次偷偷給重重驚喜 送的蠟筆小新的行李箱 各位 這一次屈臣寺出了第二代 我馬上去搬了一箱回來 待會兒重重回來我家找我 他就突然把這個拿給他 看他有什麼反應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 屈臣寺行李箱突擊企劃 好 那就這樣 那接下來就等重重來吧 好怪我現在把那個蠟筆小新的信箱 放在門後面 然後等重重拿來找我的時候 拍門 我再告訴他門後面有東西 就要看他有什麼反應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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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穿蠟筆小新 我要吃我聞到了 你怎麼穿蠟筆小新的衣服 不行嗎 很長 你看那個 蛤 我買吃你跟我買啦 人家放不下了啦 你幹嘛 你想說快搬到新家了 神經病你幹嘛又買 好可愛喔 我們已經有一個 開箱 茶眼 我覺得太誇張了 很可愛 這個小白好像要大一點點 多一個新的 很可愛吧 兩個都耳朵 摸一下耳朵 我剛好穿蠟筆小新 難怪你問我說 我總穿蠟筆小新 好好笑喔 裡面超可愛的 裡面超漂亮的 裡面還有這個圖案 所以這個心理箱真的超棒 超喜歡的 我們都旅行一人哪一個都出去很好笑 對啊 好就這樣 以上就是這次的區城市行李箱 第二彈 我跟你說 7月29的時候會出一個小新的行李袋 我要去搶 我怕我搶不到欸 沒關係啊搶不到算 到時候會出現在門的後面 那這樣啊 我的日常影片也有發一部 有抽獎 大家可以過去看 然後中中的頻道一樣還沒更新 所以大家不用過去看 今天要更新了 今天要更新增丁了 對啊大家快來看啊 快放廢了快來看 很久不要 每一個人都跟三菲